谢谢 我的名字叫徐娇娇 我是83年生的 标准的80后 然后今年30岁 宝宝19个月大了 现在的工作是家庭主妇 加淘宝店主 以前在公司上班的 一个月碰到三次闲助手 就是觉得人一下子崩溃 我上公共气球了之后 看到所有的男的 我就觉得他们都是变态 我刚才不上班了 你好 程磊好 金星老师好 黄书静老师好 看得出来就是 三位在你心中地位不一样 很恰当 程磊因为在我读高中的时候 你有到我们学校里来过 当时是做那个演讲 所以觉得您特别亲切 我唯一去过的一个高中 我知道是我就是同学的妹妹 是叫什么中学我忘了 不是 你这样我们校长要不开心的 建平中学 不是 我们校长更加不开心了 那咱们就把你的学校保密吧 好的 那今天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美丽笨女人 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就是一个美丽的笨女人 生孩子人家说笨三年 像我现在大线刚刚过半 还处于非常笨的状态当中 那我们来听听你的歌声 好的 谢谢 看整个世界因为太疲倦而随去 我仿佛听到有人为爱 欢呼为爱哭泣 都已经听你说过 千万次要放弃 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 这一点美丽的美丽的伴侣人 都需要向天祈求感情出现奇迹 未来的日子需要多少的光源 未来欺骗自己 骂醉自己 需要多少同情 多少勇气 谢谢 谢谢 这首歌是李文的歌嘛 对 如果李文唱的就是全熟了 就是说那个牛排已经全熟的话 你大概七分熟了 非常谢谢黄淑军老师 因为在黄淑军老师 专业的眼中 我如果能有七分的话 我相信在普通的非专业的眼中 我已经有九点九分了 我想在陈雷 没有 在陈雷的眼中呢 你已经十全十美了 谢谢 虽然淑军老师说你唱了七分 但是对我来说 真就觉得恰恰好 又有那种风情万种 但是呢还带一点青涩 很有回味 你看 哎呀妈呀 相见恨晚呢 我跟你讲从一开头 他就直呼其名 大家是这样的 大家一直以为就是选手啊 需要就是老师 或者是我们的鼓励 但是其实我们也需要选手的鼓励啊 是 谢谢你对我的鼓励 嗯 谢谢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话 再对淑军说一点 黄淑军老师 你看 陈雷已经要抢你饭碗了 他把你点评的专业的知识 他都融汇到自己的语言上 我没让你说这个 哈哈哈 我就跟你讲你不要强迫他了 其实他心里面已经很清楚 对你跟对我的不同 对 就是说爱跟尊敬是不一样的 啊 爱就是陈雷 尊敬就是书俊老师 我老公在后面等我 他已经头上直冒冷汗了 哈哈哈哈 再这样啊 其实我也如坐针毡的意味了 哈哈 再这样啊 唱歌是自己的爱好呢 还是自己 是自己的爱好 爱好 还准备返回职场吗 回到公司上班 职场可能会了 不会了啊 老公也不允许 不会让你去了是吧 老公是允许的 老公一直盼望着 我能够赚大钱养他 他的理想就是做一位家庭富男 那你绝对不是一个 美丽的笨女人 你是一个美丽的聪明女人 能够有这样的眼光 找到这样一个丈夫 就是愿意在家里带孩子 看着你在外面打拼 出一番天地 对吗 相比来说我还是笨一点 聪明的是我老公 因为他找到了我 第一次被我们来唱歌的妈妈 说得我哑口无言 陈蕾 想不到你有这么一天 我们两个可以去休息一下 嗯 就是 你们两个好好多多 慢慢聊 慢慢聊 好了 非常感谢你 谢谢 如果再来的话 我怕你老公按捺不住了 我进去 我进去 没理的伴侣 光旋 我 都需要生的祈求感情 我到你带他